位于陕西静边县的龙州丹峡景区 是陕西规模最大的丹峡地貌省级地质公园 这里的红色沙岩会在不同的天气条件下 变换出不同的景色 近日 一位名叫冒险雷探长的网友 在某网络平台上发布了一则视频短片 视频当中 她带领一名外国女孩 走进了禁止入内的龙州丹峡景区 随意行走攀爬 丹峡地貌 引发了网友的关注 视频中 这名网友穿过一个 尚有落实禁止入内的牌子 进入龙州丹峡景区的一线天进行攀爬 随后 在一村民的带领下 两人从一个被破坏的栅栏外 走进龙州丹峡景区内 另一个禁止入内的区域 波浪谷 哇 这真是波浪谷 哇 现在来到这个波浪谷丹峡地貌 这真的是值得看一看 这些都是那个红色的这种沙石 但是它经过上一年的这个风化演变 据了解 静边龙州丹峡地貌景区是独特的盆地地势 主景区有20多平方公里 属于我国甘旱地区典型的红沙岩丹峡地貌 这些红沙岩原本被厚重的黄土覆盖 在经历数千万年的风力和雨水冲刷下 才逐渐形成形态各异的波浪纹路和怪石 具有很高的科考价值和观赏价值 为了更好的保护龙州丹峡地貌 当地政府曾发布通告 自6月18号起 所有游客及车辆一律禁止进入封闭区域 它这个在他们保护范围内 在一个话呢 在他们封闭区域 它要继续这个行为是肯定不对的 它在伯拉尼一块一块的可能踩大去 踩的破坏了 就我说的比较脆弱 你踩的可能有时候就把它踩回去了 国内大部分的丹峡地貌 形成于1亿5000万年前的侏罗纪时期 龙州丹峡地貌形成的时间 大约在6000万年左右 它就是这种红色沙岩 这个是比较年轻的沙岩 所以它这个沉岩石就比较固节的这块的话 就是不是那么好 所以它相对比较脆弱一些 摊爬的话如果比如说你一个人 这种可能不会有很特别大的这种破坏 但是很多人都许那种话 这个长久以来肯定就会破坏这个的 7月6号晚 这段视频已被发布者撤下 冒险雷探长在个人微博也做出说明 解释当时是老乡兰路拉克带领进入 自己无意破坏地貌 诚恳接受大家的批评和提醒 根据视频 龙州丹峡地貌景区也找到了带路的村民 村民承认了自己为了收取费用 破坏围栏 带领两人进入景区 目前警局已经加强了巡护 当地警方也对两人进行了口头传唤 要求他们到静边县公安局接受调查 而他们的行为对丹峡地貌造成的破坏程度 后续还将请有关部门进行鉴定 在这期间里面有关部门发动 我记得对丹峡地质 注射 感谢观看